寧星 兔仔會躲在寫慕 你要找他出來 探唾的幸福 這樣才有洗髒 有很多藝術家畫家亦都是 ولا是大畫家 你的私生活都是多姿多彩 你自己的生活都是多姿多彩 就有很好的創作 最賣錢的那個 這個榮家舞台 我先介紹一下 我叫Brian Lo 是環玉TV的主持 是YouTuber 也是一個製作玩具人 我們身邊就是插畫師 Helen Mark 給你掌聲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寫 她同時是一個夢想家 她也是化妝師 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怎樣學會畫畫的 其實我從小到大 都有對著電視畫畫這個習慣 因為小時候 家人都出了工作 就變成了 婆婆可能是忙著家務 或者是煮飯 就未必有這麼多時間去理我 然後呢 我小時候的活動 就是在家裡發掘一些廢紙 即是那些 那些寶 那些寶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特別多 就是科校 因為爛不參選 你 訂了一束寶 然後我就會 以一拿那些寶 來狂張畫畫 那些 那些畫呢 就是可能我小時候看 秘書女戰士 等等的卡通片 然後我就會照著 都很合適 那我畫到差不多 因為都跟信心有關係 那開始呢 那些大人呢 會見到 你畫得多漂亮 或者那些老師 還有一些朋友 多好啊 那樣 因為都 我經常這樣畫呢 那可能小朋友 那些手仔的肌肉 又有訓練 那就變得很純熟 那就很容易畫到 想畫的東西 然後就 開始有人爭 然後 我自己就會 我的信心就會大了很多 小時候 那跟著就會 就這樣 開始畫一些 可能大張些 再找些A科紙來畫 然後呢 帶回學校 給一些同學仔選 小時候其實沒有特別去學畫 是不是 小時候 有學一陣 就是當那些大人 看到我應有些天分的時候 他們就 不如報一些小期班給學 這樣 要學過一陣 是啊 去到後來 我就去了 讀廣告的 跟著讀廣告的時候 那些同學那一期 就在看一些Vlog 就是一些畫師的Vlog 跟著呢 就帶了我進這個世界 跟著呢 是看到一些 就是 就是 我會覺得 原來 以前會認知 畫只可以做衛術家 但是藝術家來講 我是不是做到呢 我是不是 可以支撐到我的生活呢 如果是衛術家 後來是 因為是這樣 而認知 原來畫還可以做插畫師 可以商業一些 商業美容一些 然後 然後 那幾個 即是 我有臨意開那幾個Vlogger 都是一些 比較知名的 插畫師來的 然後 就 就 立選 我想進入這個世界 然後 後來 檢主之間 就讀了一個 插畫 course 然後就 就 入了插畫師會 這樣 你覺得現在你插畫師 都可以頂得一仗 我現在暫時都 都是兩邊堅固的 可能全職 還有我自己的 一個插畫品牌 這樣 就 兩邊堅固 記得其實有一年的 荷花親子的展覽會 都在同一個場 都是這裡 對 整個場的 主題設計都是你的 對 沒錯 你覺得那一部 又突然很開心 有很多賞識的人嗎 對 很有這個感覺 然後 很難得地 看到我整個場 都是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那種興奮的感覺 是 沒辦法可以形容得到的 其中一個 挺漂亮的 模特兒 我的作品 主要是想大家 會感受到一些 幸福感的 而在我的畫作裏面 其實它是一個 幸福的代表 所以在你旁邊 你要自己 找它出來 還有抓住它 他是 大家都可以發開心心 是 一直都有很多幸福절 的實 William 你自己做到他 可以找到的 如果你在這個狀態 你應該很不開心 沒有這個狀態 突爾不到你開心 他們是有多開心 是啊 即是交往不一定要拍拖 是的,當然的是 生活上任何一件事 都可以 很開心 很感恩到一點 其實只能自己珍惜中國 是的 幸福感其實不是一個虛無緹無的事 也不是從藝術裡面才找到的 而在你身邊就可以找到 我相信這個少女 坐在我旁邊的少女 就是她除了可以做到一個很有趣的作品出來 其實她都自己在走一個真實的 就是很生生的見證 就是其實幸福可以靠著自己去努力 還有靠著自己的眼睛去感覺的 就是很多時候幸福看不到的 不只眼睛 你五官全部都可以 你吃到很好吃的蛋糕 你已經是可以很幸福的一件事 是不是之前經常都會出去 她去其他地方做一些展覽 是的 是的 一直都 一直有去台灣有玩具展的 當時是很想將自己平面的設計 變成立體 所以就做了Figure 自己噴色 然後就周圍去參展 台灣玩具展 泰國玩具展 或者香港動畫展 都有參加 我們現在有一群藝術家 都在一起 希望集合多力量 互相去支持自己 因為始終我們都見到 很多香港藝術家 其實真的不是容易的 就是單打獨鬥 永遠有資源 你不要說了 幫忙都不夠多 可以集合一些力量 令到大家一起可以互相支持著 希望做到更多一些成績出來 我想問你會繼續為這個character去創作更多故事嗎 你會不會幫他創作一些朋友 創作 多一些朋友 可能為這個character 沒有 放心 一定有 我本身都是非常一個 之前自己創作的一個故事 所以他是在潛意識的世界裏面的 然後他也是有其他的角色的 在個外的藝術作品 就是自己的創作裏面 有沒有跟 就是見證自己的 可能當時當下的狠情或者思想 有影響到自己的創作裏面 會有些變化的 就是當時你創作的時候 那個心情你的用色是會影響得到的 是的 那你可能不患的時候 你自己都會多不少會感受到 為什麼好像看下去 好像有些不開心的 有些聲音的那些什麼 你都會 大約都會 是的 都知道的 我看到這裡有三個太陽花 是 是不是 這個包住這個不用說是你的男朋友 下面還有兩個太陽花是什麼來的 artist 的創作呢 其實是可以用另一個演繹的 不一定要artist 自己解釋的 你自己去領悟一下吧 你的私人生活呢 是帶動到你的創作 其實很多名藝術家、畫家都是這樣的 我不要說什麼名字 被人罵一些大畫家呢 你的私生活都是多姿多彩 那些生活多姿多彩呢 就有很好的創作 那 其實我的創作呢 是比較偏懵 然後有一些童話的感覺 有一些少女的感覺 就可能是會感覺到會滲入了淡淡 有些少戀愛的感覺 淡淡的幸福感 這樣才洗水腸 多謝德哥 大家既然今天我們有緣有緣相見 希望我們也祝福大家 有機會我們有緣有夢 有夢想再見 今天分享到這裡好嗎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Hey, what's up? 這是 Futuro 你們看著ToyzTV Toyz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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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yzTV